美国加州的海岸每年都会出现十到十五头和父母四散的小海踏 通常都是在暴风雨过后 长滩市的太平洋水族馆近来就这么一头命运多舛的小可爱 为了不让他在关键的成长阶段措施学习的机会 官方和北加州经验丰富的蒙特雷湾水族馆合作 引进带领养母计划 画面上看到的把小海踏抱在怀里 游来游去的母海踏米粒就是其中的一位 两家水族馆目前一共有八头带抚育的海踏孤儿 加州海踏在二世纪初期 因为皮草而遭大量猎捕 一度濒临灭绝 经过八十多年的保育 数量好不容易从五十多头 增加到三千多头 但照顾这批海洋交客所费不资 海踏是食肉木动物里 最适应海中生活的物种 支持它们长久泡在冰冷海水的关键是热量 海踏每天的摄食量是其体重的四分之一 换算起来水族馆每头海踏一年的伙食费 将近四万美元相当于 一百二十八万新台币 管方指出帮助这些 试青的小海踏成功学习求生技能 最后也放回大自然 有助于维持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 因为他们是天生的生态系统工程师 举例来说海踏捕食海胆 若少了海踏 海胆就会大量啃食海带海藻 而海踏的族群稳定 海洋的海藻森林 也能够透过捕捉二氧化碳的光合作用 产生更多养分给食物链抵层 发挥稳定生态环境的作用 公司新闻王会文编译